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很早以前吃过七款口味的汤达人 然后那个视频后面有说过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吃泡面了 不过今天我们就要吃了 就是这一款非常不一样 它是由美国的泡面地 这个人不知道他叫什么 他每年会平衡出他认为好吃的泡面放在他的博客里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品尝一下他平衡出来的泡面到底好不好吃 介绍一下 冰层红酸辣汤 冰层白咖喱 养养排冬英宫 原味干捞面 出钱一丁 金花虾辣汤面 韩国火急面 多捞面 多捞面 小老弟多捞哦 哇他这面是有三包哦 他这总共也就八种口味嘛 这两包 然后他这个是有拌面和汤面给他分类一下 这五种是汤面 这三种拌面 现在仔细等待三分钟 好了我全部都泡好了 因为我怕搞错 所以我对这里贴上了小纸条 我真是小金灵鬼 现在我们就开始品尝 第一个干捞面 哇这个都已经 都已经凉了 这吃的就是那种 面的味 不是啦 就是有点像那种泡面的那种拌面 应该大家都有吃过吧 就直接把那面拿去泡 然后把水倒掉 然后放到调料给它拌一下 跟这面味道差不多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味道 就跟那种方面拌面差不多 第二个 原味多捞面 小老弟多捞哦 哎呀这个也变一块块了 这个的话我觉得要比这一款要好一点 它稍微有点辣味 然后要比这一款要更有味道一点 不过也差别不大 也是像那种方便面的那种拌面一样 第三个火鸡面 火鸡面大家都吃过嘛 其实我觉得火鸡面还是挺好吃的 就是太辣 就火鸡面的味道 特别辣 像汤面了 麦咖喱面 这看着感觉也有点辣 吃着有点辣 有一点点咖喱味 不是很浓 汤的话喝着还可以 粉粉的感觉 面条的话没什么特别的 下一个 出钱一丁 哇这个还没泡好 出钱一丁我个人感觉会更符合我的口味 它吃了就会感觉比较寡淡 不过又很香 汤也特别浓 出钱一丁感觉还是不错的 下一个 公银公 哎这什么玩意儿 酸酸的 又感觉有点清凉在里面 像是有加柠檬一样 然后这个面感觉口感不是很好 这个我觉得不好吃 下一个 红酸辣汤面 这吃得像那种 触面一样 有点像那种 加了特别多酸的那种酸辣粉 这个不太喜欢 下一个 樱花什么虾面 这个的话吃得有一股那种虾味 就那种虾壳包汤那种 哎不是 不是虾壳包 就是有那种海鲜的腥味 这面和汤都有那种味道 我吃的话感觉还行 但我感觉也不是特别好吃 然后它这面有虾仁 虾仁 诶 很烦 OK那么这几款面 我全部都吃完了 那么我来给一个排名吧 我觉得最好吃的 这个多捞面 小老弟多捞 多捞面第一 第二就是干捞面 第三就是出钱一丁 第四个火鸡面 第五个 冰城白咖喱 然后这三个 拉出去斩了 什么玩意儿 好了这三个我是真的觉得不是很好吃 就是那种 海鲜啊 冬阴公啊 酸辣啊 吃的特别奇怪 它这种酸又不是像那种酸 它是那种醋酸 如果它是那种番茄酸的话 我觉得应该就不错 反正我觉得 这个多捞面 这个干捞面 还有醋犬一丁 火鸡面 都是可以值得尝试一下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帮我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等等 呃 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谢谢谢谢 拜拜